不少香港人都有行山的習慣 今次就帶大家遊歷泰國最高峰 一次過看日出 限自然境和穿越雲海打卡 欣他龍國家公園是泰國國家自然保護區 擁有全國最高海拔的山峰 距離清邁市中心大約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為了看日出 我們3點多就出發 接近6點到達 看完日出之後 就可以去附近的自然境 這條被譽為泰國最美的自然報導 進去需要有當地導遊帶路 收費是200匹 1至10人成團 開始之前還會提供行山足 自然境全長3.2公里 需時約兩個小時 由森林開始 登上高山草原 再由森林作結 途中一共有21個指示牌 有泰文和英文解說 這個區域被稱之為霧林 高大的樹木長年遮天閉日 一走進去就好像去了熱帶雨林 踏入草原就代表來到行程的重點 9號這個Sport 標榜可以以180度飽覽山景和雲海 不用多說 看看就知道有多美 絕對是大卡勝地 不過要注意 如果想看到滿滿的雲海 最好在早上10點前到達 上去前最好穿長袖衣 和做好防曬準備 沿途走下山 還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態 和知名的國王皇后雙塔 幸好的話還可以看到斑林 雖然部分路段都設有木級 但途中仍然需要上落有一定斜度的樓梯 再加上這座山海拔比較高 行山伸手就要注意了 行完山回到停車場 還有多間小食店 熱飲、串燒、泰式粉麵和粥 通通都有 絕對可以補充體力